好,謝謝 恭喜阿娥的感謝 啊~~~ 我很久沒運動了,我直接講 好,可以幫我打擺 我很久沒運動了 我已經笑了 大家都笑了 我很久沒運動了,我直接講 我以前是有運動習慣,可是真的 好久以前了 因為我白天是正常上班嘛 然後我都是下班以後 有空我才會去運動 可是最近 下班以後都是看凱莉 可是當然是我自己時間管理上 一定也有問題 因為你是時間管理大師 我不是 檢討 自從你邀請我們要來拍這個以後呢 我真的有差 我其實大概已經荒廢了三五個月了 都沒有花了一多久 就秋哥一直一邀請我們 我就說這樣不行 就是一生很肉 所以我就開始一個禮拜大概兩次 可是剛好今天拍攝的時候 凱莉月經來了 你是不是有破家的 你是不是有破家的 而且因為我們真的太熟了 就是說 Kent在那邊調教說 今天你怎麼都走 我說月經來了 時間差不多也是 我就是算 你算 我跟你講有時候我也覺得 男生有月經 就是會有那個時間 覺得一個月 就是還蠻固定的 會突然覺得悶悶的不想動 欸 我也是這樣覺得 會啦會啦 但是平常會啦 就是大概一個禮拜兩到三次 不得不運動 為什麼網友會說 就是沒有過 就是一對惡指聽眾 他有很多那種很惡劣 很惡劣的聽眾 他們現在自己 自己玩開了 共通點 對 共通點 就是一直在取笑我 所以你固定一個禮拜 兩三次對不對 就是這樣才可以 不用節食 不用忌口 就可以一直吃 一週大概兩次 一次重訓 一次有氧 可以一百二次 六腳槓 對 我認為這禮拜大概很小 四十二 四十二點五 四十二點五 我現在要量那個 品皮打起來以後的 禮拜高 好 還有什麼 有 大概有 一定有30公分 沒有 多少 四十二點五 比賽是不是 這個是最好的狀態 就是禮拜的 身材優勢 身材優勢 對啊 好棒喔 真本會 還健身台啊 我現在就這樣 後悔了 可萊莉推薦你運動了嗎 她就說 我會說你這樣下去 不行會找死 對 她就說一定要運動 練核心 我覺得運動還是要找方便 有辦法持續 比較重要啦 對 平常Podcast的更新 這麼密集 你們是怎麼安排 沒有一定是會為了 路Podcast 然後放掉運動啊 就沒辦法 我剛剛還說 我現在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有運動的 有運動的 跟沒運動之前 身體上面有什麼 不同的感受 以前都會熬夜 然後睡少於六小時 那我同時間就 一起 運動跟改睡眠 在同一段時間發生 所以整個 上班精神好很多 我其實是顛倒 因為以前有運動 然後現在沒運動 所以感覺也是 也是有 對我是顛倒過來的 我剛剛是吃Can的時候 他長得蠻帥的 身材蠻好的 我想說是其實 真的就是沒有運動 最近運動次數少很多以後 真的覺得 很容易累 背很容易痠 尤其肩膀這邊 肩頸真的很容易痠 我覺得有運動差很多 今天 真的是今天來 對 因為要來 不是 我真的是被九面刺激到 我看到他最近自拍 我說馬的真的差很多 而且他很認真 他再忙都一定會排時間運動 他一個禮拜練五天 他很猛 全部給我檢討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都這樣子了 我不行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健身房報名 他就在我們公司樓下一點點 所以你今天只進行一個報名動作 所以跑過去就是運動啦 前程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放空 在海裡面當爛肉 然後降低你的耗氧量 一陣一陣的 可能這一陣子就是去 愛騎夾車 然後玩笑 這一陣子就是玩三鐵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差蠻多 就是整個身體的狀態啊 然後你看以前的照片 就覺得 以前的健美 以前的健美 沒有啦 現在是月經來啦 對 現在是月經 那我覺得他不錯啦 至少要從一個運動換另外一個運動 我是前陣子 STEM玩某個遊戲 然後就要玩 POP 大家聊到說這個 錄Podcast就會花時間 我是還好 其實錄Podcast不太花我時間 對 但是 但是 就是日常要大量閱讀 因為本身是 花很多時間在這個 投資市場裡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 運動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是 用力完之後 你的心情會好很多 不然有時候會覺得就是 好像不去運動 就是心情這樣怪怪的 重訓其實可以解決很多 所有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上班族 什麼肩頸痠痛啊 然後 腰痛啊 膝蓋不舒服啊 走路會痠痛啊 只要找到 對的教練然後正確訓練 幾乎都可以解決八成以上的問題 特別下背痛 我覺得下背痛是 很多人睡覺睡到 就是背痛 那其實用 硬舉就解決掉了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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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健身廠 不要只會跑跑不及 因為 那只會耗損你的膝蓋 一定要會去交替 做不同的訓練 就綜合 對啊 今天很謝謝 我Podcast大大來我們 至於SBD 菁英焦點人物 喔 菁英焦點 對 菁英焦點 就是這邊 找一堆體質25%以上的 還是會講 菁英人物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可以講 人家有機會 其實大家都可以開始運動 等等 不管技巧 不管你多強 你都可以用SBD的護具 對 體質高也沒關係 端空槓也沒有關係 護具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 像有一些朋友就 莫名其妙受傷 那其實就是因為 他沒有熱身啊 沒有用護具 好 謝謝 謝謝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OK